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蔡振永 預料今日仍然風勢微弱 日間是酷熱乾燥 但各部地區會有驟雨 一起看看外面最新的氣溫 今早的氣溫都是介乎在26至30度 而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上 我們可以見到在香港附近的雲量是比較少 預料今日的天色都繼續不錯 但從最新的雷帶圖像也顯示到 在我們的北邊有一些黃黃綠綠的雨區 只是向南移動 預料在今早稍後會有機會影響到我們 大家出門口前一定要留意天氣變化 而今日最新的天氣預測是 大致天晴和乾燥 但各部地區會有驟雨 部份地區的能見度亦會比較低 日間是酷熱 最高氣溫會上回到34度 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到和緩的偏西風 提提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仍然生效 大家一定要繼續防暑 而至於未來幾天的天氣展望 我們可以看看電腦預測的風場預報 預料明天風勢仍然微弱 但到星期二 一股清冷的偏東氣流 會開始影響我們 在偏東氣流影響之下 我們的氣溫會稍微下降 所以展望方面預料明天仍然酷熱 但各部地區會有驟雨 到星期二至星期四 風勢會比較大 氣溫會稍微下降 亦會有一兩陣的驟雨 好了 今次做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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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